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正态打外星人的科幻片《安德的游戏》 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 50年前 外星人虫族袭击了地球 导致了惨痛的伤亡 当时的指挥官牺牲了自己 最终赶走了虫族 人类为了对下次来临的战争做好准备 提前培养出新一任的指挥官 于是政府召集了地球上所有出类拔萃的孩子们 组成了儿童战斗学院 每天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在那里孩子们每天伴随着战争游戏长大 所以他们更加的敏锐和勇敢 安德是这个学院里的一员 因为安德出色的能力得到了主管的关注 为了更好地测试安德的能力 主管将放置在他身上的监控器取了出来 一直对安德不满的同学把这看在眼里 带着小伙伴来找他的麻烦 没想到他直接就把同学给打趴了 知道自己惹了麻烦的安德躲回了家 觉得自己肯定被开除了 姐姐则不断地安慰他 原来安德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 哥哥和姐姐都曾经是学院里的一员 哥哥因为太过暴力 姐姐因为太过善良 都没能在学院里走到最后 安德作为家里最后的希望而倍感压力 这时候主管来到了安德的家里 表示了自己对他的期望 又带着他回到了太空中的新兵营 在太空舱里 主管故意在所有的孩子面前表扬了他 于是安德就变成了这群孩子的孤立对象 后来的一次训话中 安德怒怼了训练官 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孩子们又都对安德改观 并和他成为了朋友 后来安德在一次巨人游戏中独特的操作 再次得到主管的注意 主管决定将他调到高年级的火蜥蜴战队 队伍中的阿卡丽对安德很友好 这也让队长越发地对安德不满 处处为难他 但是他还是尽自己的权利帮助队伍取得胜利 而之后的一次安德在巨人游戏里看到了虫组 突然疑惑自己为何能看见他们 之后主管为了检验培训的结果 让安德独自领导飞龙战队作战 而他在两支不同的队伍中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这让主管认为他是指挥官的最佳人选 就在这时火蜥蜴战队的队长 因为输了比赛心存不甘来找安德的麻烦 愤怒的安德一不小心让队长摔成了植物人 安德再次崩溃回家 姐姐安慰并鼓励了他 使他又重新振作并回到了太空 这一次安德前往的是位于战争前线的星际战舰 主管带他来到了战争一线的前线补给站 在这里安德见到了50年前打退虫组的指挥官 他并没有死 而是在等着下一任指挥官的出现 准备将秘密告诉新的指挥官 原来虫组和乙族很相似 都有一个黄女王控制一切 只要将虫组女王所在的飞船击落 其他虫组就会失去控制坠落 指挥官给安德介绍了一个防针作战系统 他可以带领他的小伙伴们一起模拟控制整个战舰 命令会被传送到无人机 无人机会根据指令编队进行攻击 而这整个战舰的杀手锏 是阿卡利控制的一个名叫小医生的系统 小医生系统的攻击能够起到引炼时反应 能够链接式地摧毁整个虫族星球 练习的难度不断加大 安德渐渐地有些招架不住 这时指挥官让他进行最后一次模拟 在击退了冲锋在前的虫族战舰后 安德看见了虫族的母星 安德让一小部分的无人机去攻击虫族 其余的无人机则以包围式的排列保护小医生 他想利用小医生去摧毁整个星球 在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无人机之后 小医生系统终于准备完毕了 一招便将虫族母星以炼时全部消灭了 星球正在逐渐死去 而胜利的安德却被指挥官告知 这不是一场模拟战争 刚刚的无人机也都是假的 他摧毁了虫族的整个星球 安德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和指挥官大吵了一架 接着他被打了镇定计送回了房间 梦里他见到了巨人游戏里的虫族女王 原来虫族女王一直试图和安德交流 这也是他之前能看到虫族的原因 但是并没有成功 醒来的安德看到了虫族的母星 见到了梦里的虫族女王 冰死的女王将一颗女王虫卵交给安德 于是他带着这颗虫卵 前往浩瀚的宇宙里寻找新的家园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